兄弟的话语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们,主礼平安 今天是复活节过后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还在这个复活节的期间 就让我们用复活节时用的这个问安 我们一起来彼此问安 基督已经复活了 哈利路亚,主基督确实复活了 今天我选择用这个诗篇的经课来正道 那么诗篇133篇是我们圣经里最短的诗篇的其中之一 虽然这个诗篇只有三节,非常短 但是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一起 身为一个教会的这种生活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见解 那么第一,当然我们也知道 教会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弟兄姐妹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就是我们上个主日所庆祝的这个复活节 那么第一节 看啊 弟兄和睦,和睦,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这一节可能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当然它原来的背景下 是指着以色列人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共同的生活 就如好像兄弟们一起长大 那么之后可能结婚了 有自己的家庭 他们不会搬走 他们还是在同样的 祖先留下来的这块土地 他们最多是盖多一栋房子 就是有自己的家庭 又有自己的隐私 但是还是跟其他的弟兄住在非常靠近的 就是从同一块土地 所以这个是原有的这种理解 就是原有的这个背景 但是你读整个诗篇的时候 这三节的时候 你就发现 其实这也是在形容以色列的这个涉体 他们因为提到亚伦 亚伦是以色列的大祭司 所以就是提到大祭司 有大祭司的地方 就是提到在圣殿的这种敬拜的 就是他们的敬拜的生活 就指向以色列的整个社体 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群体 所以第二方面就是指 这个以色列人 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群体 他们当他们前往耶路撒冷 来庆祝这些节期的时候 他们在路上 诗篇133篇是这个上行之诗的其中一首诗 所以我们的诗篇从121篇 一直到134篇 如果没有错的话 就是差不多15、16篇 这个诗篇都是所谓的上行之诗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前往耶路撒冷来庆祝节期的时候 他们会在途中唱的一些诗歌 所以第二个角度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是整个以色列群体 整个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选民 他们去了解这个诗篇 那么第三个角度就是从我们现代的角度 就是我们身为基督所救赎回来的这个教会 我们的角度 我们去理解这个诗篇 这个诗篇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 我们今天的教会 就是耶稣通过他受难死亡和复活的洗礼 所建立的这个教会 所救赎回来的这个教会 那么除此以外 这个诗篇也用了两个非常生动的画面 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在一起的这种生活 第二节就讲到油 这个贵重的油 那么第三节就讲到甘露 讲到du 甘露 所以让我们一一的来看这两个画面 那么第一个画面就讲到这个油 就是用来高亚伦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油 那么他流到亚伦的胡须 又流到他的衣颈 他的衣颈 那么亚伦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大祭司 他是摩西的哥哥 而这边所提到的油 刚才就讲到就是用来高他的油 就是上帝所吩咐用来高他的油 我们从出埃及 出埃及记 我们就看到这里形容 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礼仪 整个的仪式 所以出埃及记29章4到5到7节 这么说 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福德的外袍 以福德是他的祭司的衣服 用以福德又带上胸牌 树上以福德巧公制的带子 把冠棉带在他的头上 将圣冠架在冠棉上 就把高油倒在他头上 高他 所以刚才那个画面 可以让我们想象整个仪式的 让我们看到整个仪式的这种画面 所以当时用的油是什么油呢 不是我们煮饭的那种花生油 还是什么 不是这种油 因为中东的地区 我也不太清楚 很可能是橄榄油 很可能是橄榄油 那个地区的油 但是这个油不仅仅是油 我相信它也是有混合了香料 在这个油当中 所以除了这个视觉的画面 我们也有一个嗅觉的画面 就是当那个油倾倒在亚伦的头上的时候 当场见证整个仪式的人 也不只是看到整个油流下来的这个画面 也会嗅到这个油混合了这个香料的这种嗅觉 我们也可以闻到 不只是看到也可以闻到 所以当你想象整个画面的时候 就有一种丰盛的感觉 一种很丰盛的感觉 使用的油量并不少 因为要留到亚伦的这个胡须 那么又留到他的衣颈 使到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很丰盛的这种感觉 那个亚伦的这个胸牌 你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荧幕上的这个胸牌 你看到它有十二个宝石 刻在它的这个胸牌上 知道这十二个宝石代表什么吗 对 就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也就是说上帝的选民 全部都包含在内 就是他胸前这十二个宝石 就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所以你想象那个油 那个油高在他的头上之后 流下来的时候 也会流到整个胸牌的这边 就代表上帝的这个上帝的祝福 是祝福他所有的选民 就是十二个支派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就让我们看到大祭司的 他所穿的这些袍 就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而这个画面也让我们看到 亚伦的胡须 他的胡须不像 我们华人 我们比较少留胡须 就算有留胡须的 很少像可能亚伦这样茂盛 他的胡须这样茂盛 所以我不知道 你可以看到这个油 这个高油 留到他的胡须 留到他的衣服 不知道在座的母亲 在座的妈妈 或者我们比较喜爱干净的人 我们会第一个想到 可能很肮脏 很乱 接下来我要怎么清理 因为这个油也留到他的袍上 他所穿的这个衣服 可能我们在座的妈妈 可能想到 这个真的是很乱 等一下要怎么样洗 怎么样把那个油洗掉 这些 所以这整个画面 让我们看到 上帝的祝福 是丰盛到一种地步 是也会有一点混乱的 也会有一点混乱 但是不是很整洁 或者不是按照直线这样走的 所以上帝的这种祝福 上帝要带给我们的这种祝福 是丰盛到一种地步 是多余的 就是流出来的 就是我们无法控制 无法预测的 你怎么预测 那个油会流到哪里 就是整个油 这样高在他的头上 就这样流下来 所以让我们看到 有时我们知道 上帝的爱 不是按着直线所发生的 也不是整洁的方式 所发生的 爱 我们知道 当我们去爱 我们在涉体当中 我们遵守上帝 赐给我们的这个命令的时候 我们知道 要爱神 又要爱人如己 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 有时当中也是会一些混乱 当你敞开你的心 胸去服侍别人 去爱别人的时候 有时会受到伤害 有时这个人 可能不知道怎么样感激你 不会跟你说感激的话 这些都有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真的是去爱的人 我们也不是 爱也不会去计较 爱也不会去计较 所以这个整个画面 看到我们一个 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丰盛的画面 有时也会 这个丰盛到一种地步 有时也会看到一点凌乱 在当中 所以这个是油 第二节 这个高亚伦的 这个高亚伦的 这个油的 这个让我们思想联想到的 这个画面 那么第三节讲到的画面 就是甘露 黑门山的甘露 就讲到 黑门山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 那么黑门山是 在以色列的北部 在以色列的北部 那么它海拔 它高有海拔 9100英尺 那么每年降水量 这个precipitation 它每年的降水量 就包括了甘露 dew 也包括了雪 雪 snow 还包括了雨 这些都称为precipitation 就是这个降水量 它每年的降水量 是超过60英寸 所以可见这个黑门山 它的甘露 是非常很多的 是abundant 是丰盛的 就像刚才的油一样 这个甘露 也象征了上帝的祝福 那么在以赛亚书29章16节 它这么说 死人要复活 尸首要兴起 睡在尘埃的 要兴起歌唱 因你的甘露 好像菜书上的甘露 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所以以赛亚书 让我们看到甘露的一种画面 就有牵涉到从死里复活 也有跟这个死里复活有关的 所以我们看到黑门 当他提到黑门山的甘露 就代表跟油一样的画面 就代表了上帝的祝福 上帝要赐给他人民的祝福 可是如果你对地理有一些了解 你就会知道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黑门山跟西安山 距离超过200多英里 200 miles 黑门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 西安山是在比较南部 所以黑门山的甘露 怎么降在西安山呢 这个就由这个诗篇第三节这么说 黑门山的甘露 又怎么降在西安山呢 所以学者对这个问题 也没有一个合一的解释 但是当我思想 这整个诗篇想要传达的信息 就是身为上帝的子民 那种喜乐的时候 那么我也思想到 上帝的子民 我们如何成为上帝的子民 是一个非常不可能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就是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是在旧约 就是他们上帝 怎么样选亚伯拉罕 他们不是最富有的人民 他们不是最出名的这一群人 而是微不足道的 就是少数 就是没有人会去看一眼的 上帝却选择了他们 做他的选民 那么我们新约的教会 我们这个 就是耶稣受死 复活所建立的 这个教会的时候 当我想象整个的时候 整个我们如何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时候 我唯一的解释就是 上帝使不可能的变为可能 上帝使不可能的变为可能 黑门山的甘露 黑门山与西安山相对的距离是200英里 多过200英里 黑门山的甘露如何降在西安山呢 只有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上帝 才有能力做到 那么西安山是上帝的荣耀所存在的地方 就代表万福之本 万福的源头 万福之本 所以当我们想象 我们这些今天上帝的子民 我们身为教会 我们当中来自不同的背景 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 我们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 我们讲不同的语言 我们从事不同的行业 我们的生活背景 我们的家境都有不同的层面 我们怎么可以 主日复主日的在这里聚会 成为主里的弟兄姐妹呢 答案就是 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上帝 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上帝 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一切 那么似乎为了提醒我们这一点 我们看到整个诗篇当中 有一句话重复了三次 可能我们的华语的翻译 跟英语的翻译 可能没有这样清楚 可能英语的比较清楚一点 那么有一句词 在一个短短的 这个三节的这个诗篇 重复了三次 就是这个往下流的这个画面 coming down or running down 在整个诗篇三节里面 重复了三次 似乎是要提醒我们 这个祝福的方向 祝福的方向 是从上流到下 就是从上帝那里降落在我们当中 就是从上帝那里降落在我们当中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从流到这个油 流到亚伦的胡须 又流到他的衣经 那么这个黑门山的甘露 又降在西安山 所以当中就看到 让我们看到一个 这个祝福的方向 是从上到 从上面 就是从上帝那里 流到我们人中间 所以就是在提醒我们 在提醒我们 上帝就是万福之本 是我们的万福的源头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一起 读这个诗篇的时候 我们以今天的角度 以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角度 就是在复活节期过后的第一个主流 当我们一起读这个诗篇的时候 我们被提醒 我们弟兄姐妹们 和睦共处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但是我们更要思考的是 我们如何成为弟兄姐妹 我们 如何成为弟兄姐妹 就是上帝那位死 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上帝 所成就的 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 他所成就的 我们他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所成就的 就是我们之前本来没有关系的 现在变成有关系的 我们之前本来如果不是因为基督 不是因为教会我可能就没有 我一生也不会来认识 这一群弟兄姐妹 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就是 使我们之前原来没有关系的人 现在变为有关系 现在成为主里的弟兄姐妹 所以再一次的思想 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 我们直落崖一堂 华语崇拜 我们直落崖一堂 华语英语下语崇拜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聚会的 这些弟兄姐妹们 思想一下 我们真的是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 有些富有 有些贫穷 有些受了教育 有些没有受教育 有些住在一房市的小家 有些住在豪华的家庭 这个大家里面 有的开车来教会 有的可能要大巴士 从老远的地方 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到教会 我们中间 我们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 就是如果不是教会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 我是可能这一生没有机会来认识这一群弟兄姐妹 那么上帝的话语 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8节提醒我们 并不分犹太人 西利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 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我们唯一的共同点 今天我们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因为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 他的死与复活 我们甚至 可能也不喜欢对方 可能你在外面 如果你不是因为教会的这种情况 可能你在外面遇见这位弟兄姐妹 你是不喜欢他的 就是他的款 我永远不会跟他这种 pattern 这种款式的人在一起 但是因为 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 我们看到 我们都是上帝用重价赎回来的孩子们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 所带来的一切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主里的弟兄姐妹 这个团结 这个团结 这个和睦共主 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成就的 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 不管你怎么样逼自己去接纳另外一个弟兄 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当我们了解上帝真的是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来 我们才不轻易的看待 当我们称彼此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轻易的看待这句话 因为是上帝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来的 当然我们也承认 我们必须承认 今天的教会 很多方面还是不团结 还是不团结 但是我相信 我们在一起的生活 我们有足够的精力 来证明 来让我们尝到 这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这个教会所带来的那种团结 我们有足够的精力 让我们预先尝到这种团结 这个耶稣所成就的这个团结 我举一举我们当中的一些例子 我可以想到 一位弟兄 他的生意遇见困难的时候 他就跟我分享 有两位弟兄 毫无犹豫的 他们这两位弟兄 自己本身也不是很有钱的 他们就毫无犹豫的 就借他一笔钱 让他的生意可以度过难关 那么现在他的生意也度过难关 他在慢慢的 偿还这一笔钱 我想到我们 华语崇拜去年 所庆祝的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中秋节的庆祝会 记得吗 有相当多的弟兄姐妹们出席 其实这个庆祝活动 是我们之前没有做好预算的 所以当我们华语崇拜委员会 在计划这个庆祝会的时候 我们是在可能要收费 我们可能要收费 让弟兄姐妹们来参与的 报名要收费 但是最后有几位弟兄姐妹 他们很慷慨的就出了 那个自助餐的这个费用 所以我们记得那一天 我们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的时候 我们一分钱也不用付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聚会 那么我也可以想到 我们当中一位姐妹 不管是哪一个崇拜 我们这里不透露 她自从她生了一个孙子 她的孩子生了一个孙子 那么到现在已经有可能七八个月 或者八九个月了 她到现在因为孩子跟媳妇的一种怪癖 她没有机会抱自己的孙子 没有机会摸到自己的孙子 只可以通过视频这样跟看看这个孙子 所以她跟我分享一句 她讲她其实她在教会里的这个群体 她感受到更有接纳 更有被爱的这种感觉 多过多于她自己的家庭 多于她自己的家庭 我也可以想到我们当中 一位弟兄 没有什么亲人可以照顾 当她住院需要看医生的时候 是我们当中的姐妹 当中的弟兄来陪她去看医生 来陪她去复诊 因为她没有亲人 在她的座位可以帮忙 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相信你们都有自己的例子 你们在教会久的时候 你们都有自己的例子 自己的经历 所以我们就像我们的左右前后的弟兄姐妹 我没有 我没有叫你们讲话 就是看一看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不完美 我们都非常不同 我们都有非常来自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经历 但是我们共同的一点就是 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用种价赎回来的弟兄姐妹 我们称我们彼此为主理的弟兄姐妹 而今天在复活节期过后的第一个主日 就是我们还在教会庆祝的复活节期 我们也深信耶稣复活的大能 还在我们里面动工 还在我们里面成就美好的事情 两个主日前 我们的华语崇拜主席荣耀弟兄 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就是说我们在楼下 我们为了感谢那些华语崇拜服侍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有一个感恩的这个版 我们也列出他们的名字 那么当时这个有两个作用 就是我们要鼓励在服侍的弟兄姐妹们 那么同时我们也要鼓励那些还没有参与 还没有机会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也可以把你的名字投入在那个箱里面 让我们联络你来参与服侍 就如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 我们在各自的血缘家庭里面 我们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们都有不同的服侍 就是在这个耶稣用重驾赎回来的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扮演不同的服侍的角色 我们是越服侍 我们对教会的归属感 我们对彼此的相爱会越来越深 会来越触境 所以还没有看那个版的 还没有把名字投入在箱里面的弟兄姐妹们 我也在这里鼓励你 等一下散会后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版 也可以考虑一下 我可以在哪一个方面服侍 所以今天是复活节期过后的第一个主日 让我们真的确实的为着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 我们这个直落雅一堂 这个我们所属的这个教会来感恩 就是耶稣基督用重驾所赎回来的这个教会 我们来为此而感恩 特别是今天我们还会有圣餐 所以等一下弟兄姐妹们 上来领圣餐的时候 一起跪在耶稣的圣桌前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的思想 我们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 我们虽然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 我们在基督里却是成为一体 却可以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 耶稣基督的宝血跟身体 让我们用一点时间 我们来为着我们这个群体来感恩 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 搅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 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 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天父上帝我们为着彼此 为着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感恩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都是你用重价赎回来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称彼此为主里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称呼 也为彼此感恩 求你继续地在我们当中 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教会 我们有时候还会争吵 我们有时候会生气 我们有时候就是不完美 但是你复活的大能 继续地在我们当中工作 求你帮助我们 学习如何更加地彼此相爱 彼此的服侍 那我们也用这一首诗歌 来作为我们的回应 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回应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成为圣和你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成为圣和弟子民 因着耶稣的前进 因着耶稣入梦里 因着耶稣 通向福我的生命 通向生命的喜悦 通在主爱中的前 因着耶稣 通向福神的禅言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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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圣和弟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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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圣和弟子之民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通向拜 因着耶稣 梦此爱 因着耶稣 彼此恩 此来相当 祝福音 作词 祝福音 彼此爱 我的祝福音 彼此爱 我肯可 彼此爱 但祝福音 彼此爱 偷渡人生的佛法